借功松菜军节 布雷追随二十年 受之深切 但今春以来目睹而闻 保守此几 入春夏后 病相之存 神经极度衰弱 时宜不堪勉强支持 之此当过最坚为之时期 而四眼近来身心 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 与其偷生时未 何如坦白承认 自身已无能为义 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第一 百无遗用之书生 十一年来 误国之罪 百身莫堵 临属 愧身 痛身 就在共产党机关不到十天 蒋介石的首席幕僚 曾经名满天下的暴人 时政评论家陈布雷 在遇所自杀 有人说他是陪葬 有人说他是世界 也有人说他是以身暴谷 当1940年即将来临 万千中国知识分子 在去留的历史关口 愁愁之时 替蒋介石 撰写了20年文告 被誉为领袖文胆的陈布雷 做出了最激烈最极端的选择 在那个大时代中 随之改变的还有千千万万 普通百姓的命运 大多数人只能被历史洪悠 裹挟着冲走 但是知识分子 尤其是自由派的知识分子 却在超多政治立场 思考着国家民族 以及个人的命运 在去留之间 为自己选择一个心目中的 未来中国 同样是在追求精神独立 和思想自由的 但是已经被贴上 某些政治标签的知识分子来说 去留的选择 却要简单得多 1949年8月 马泽东点名 胡适 富斯年和钱穆 是被帝国主义 给中国反东政府 做控制的新派知识分子 而对胡适来讲 离开却是早已做出的决定 1948年12月 北平城内 形势已经非常微妙 则西德胡适 正在准备 北大卧视周年消庆 共产党电台反复播放 希望胡适留下来 可以继续做 北大校长 和北平图书馆官长 据姬先生回忆 当有人把这一消息 告诉胡适时 胡适平静地说 他也会要我吧 而在此时 国民党也在不断发电报 并派了飞机 让胡适走 街道将几时联赛电报的胡适 简单收拾 只带着 极测正在较宽的水晶柱 高本和石榴回财本 假物本 职业站重凭试图机 带上了南京派来的飞机 临行前 胡适给唐永拓和郑婷婷 留下了一个边界 说 今早 集金武 连接政府 几个电报要我难去 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 一切的事 只好拜托你们 即位同事为耻 我虽再远 绝不忘掉北大 与胡适一同难下的 还有双母失明的陈寅去 而胡适的儿子 胡思杜 却拒绝随父亲难下 决定留守北平 三天后的南京 一场知识分子的大集会 沉寂在 让人潸然泪下的悲情愤文中 这天 十二月十七日 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 也是胡适五十七岁的生日 从来不在家 宴客地讲起时 在家中设宴欢迎我胡适 宴会上 胡适哽咽地说 自己难以不名誉之逃兵 在场学人 无补掩面而起 尽管对国民政府心怀不满 但在大厦将情之际 这些知识分子 心中拥挤的 却是像一个 时代告别的悲壮和欺碗 他们心中 齐齐然 恍阔不已 终其一生 直到他们去世 真的再也没有 回过大陆 随后 胡适援走美国 他在接受 美国媒体采访时说 无论国共胜负如何 他在道义上 始终支持蒋介石 面对当时的胡适散 听到胡适的采访 蒋介石感动不已 在美国的胡适开始做迂攻 他在普利斯顿大学 担任图书馆馆长 生活非常的困顿 蒋介石按理通过 驻美大使东仙光 每月固定 1000到2000美元 让胡适渡过难关 此时的大陆 已经发起了 青丧胡适思想运动 当时胡适的同事 学生朋友 纷纷上马 对胡适大驾批判 批判胡适的名领有 郭梦若 金月林 王若水 范维兰 风有兰等 甚至包含自己的儿子 胡适渡 也和父亲话清极限 胡适一生 对人温文尔雅 一派身世风度 包容性极强 精神 容忍彼此有 更重要 大胆架舍 小心求证 有几次证据 说几次话 即使对鲁迅 胡适也说 鲁迅是我们的人 面对大陆的批判 胡适认真批注 对西南林大教授 叶宫超说 我受了11年的骂 从来不愿很骂我的人 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 无法替他们着急 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 反随骂着自己的人格 我更替他们不安 如果骂我儿时 骂着有意 便是我间接与他有恩了 至于朋友的指摘 更是我所欢迎的 当初离开大陆时 心怀对前途暗淡 与忧愁的胡适 是上海乘克里夫兰 总统号轮船赴美国 随便看看 想不到一看 就是十年 蒋介石在台湾服务院 中央研究院 姚婷霍氏担任院长 1958年4月2日 霍氏回到台湾 蒋介石指派陈城 将经过 等500多位国府大员 前去迎接 霍氏高兴地说 今天我想吸引娘子 10月上午9时 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 在就职典礼上 蒋介石希望中研院 配合政府 完成大业 霍氏做拒绝 确实是要独立自由的 不为政治服务 1962年2月24日 中央研究院 在蔡云培馆 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 选举新一届院士 胡适因心脏病发索 倒地后 不幸去世 3月1日 陈城率领 直三委员会 全体委员进行攻击 然后是假击 胡适获得极大爱荣 遗体身穿蓝色长袍 黑色马褂 脚穿不血 遗体覆盖 北京大学校企 蒋介石亲自提调 写下 新文化中 旧道德的楷模 旧伦理中 新思想的诗表的万年 中央研究院同任 联合传记文写道 我们懂得你的用心 你是要国人 建孔子 支持者 近乎用作格言 你是和首创民国的 中山先生一样 要唤起这个知识 道德都睡了觉的民族 我们懂得你 侧耳敬心的言论 不是对国家寸院的上海 而是一个再造文明 复兴民族的关键